马来西亚槟城曾经幼儿园为小朋友安排听力以及发音检查 园方特别请来专业的语言治疗师 希望可以及早发现孩子的问题提供治疗方向 这边拿过来 透过游戏互动语言治疗师很有耐心的测试小朋友的发音 依照他们的年龄我们就会问更加困难的一些问题 看他们的语言程度跟他们一般的年龄是不是相符合 另外小朋友也一个一个接受听力检查 因为听觉能力和孩子的语言能力息息相关 等到他们比较长大了我们才发现到他听节有问题 那就很难去协助他 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爱孩子的心都一样 并整齐进幼儿园安排小朋友进行初步的语言及听力检查 希望可以帮助家长及早发现孩子的问题 这次就发现有一两位小朋友有语言迟缓的现象 将和家长做进一步了解 大家新闻都会西装志文马来西亚冰城报道